以酒精擦拭脚步 再撒些除臭粉 然后用塑胶带泡脚 以诱发流汗 次日清洗脚步 再予以擦前 连续如此一周 接着再每周移至两次 七点精防泡脚 八点以茶包煮水 再用脚进入二十至三十分钟 擦前后撒爽深粉 可防止脚臭复发 九点也可以粗盐溶于水泡水 十点醋酸铝重碳酸钠及醋溶于水泡脚 都有除臭的作用 十一点冷热交替的泡脚 有助减少流汗 防止脚臭 十二点保持平静 十三点注意饮食 十四点误过度劳动足步 昆虫及动物咬伤 一点温营 请先以肥皂及清水冲洗咬痕 然后涂一些杀军迹 二点为了控制发炎 可将患步弄之后擦些阿斯体灵在伤口上 但对阿斯体灵过明者物质 三点输解养痛 可口抗阻止胺或冰敷 也可将碳酸、氢纳或盐溶于水中 取步浸湿后浮于患处 四点预防蚊虫 咬伤可拥挤 吸着绿漂白水泡澡 蛆虫效果可达数小时 但避免溶液接触眼睛 五点某些沐浴油及防晒油具有驱虫效果 六点每天服用心至少六十毫克 可当作天然驱虫剂 但应由医师许可 七点若被猫或狗咬伤 特别是被猫咬到 可能传播病菌感染 应以肥皂及清水彻底清洗伤口 除去破液及其他污染物 并予以止血 让伤口得位置 让伤口得位置